不高估自己的能力 前程靠佛力 作者 福安古观音阁 某师兄讲起他哥哥 很喜欢赌博 欠债机十万 还在赌 师兄有学佛 就每天坚持念 普门品回向给他和他的冤亲债主 慢慢的 他哥哥就不赌博了 后来他没有念经 回向给他 他又开始借钱赌博 亲人怎么说他 骂他都莫有用 我说 不是他自己想要赌 而是业障作怪的原因 控制不住 甚至莫名其妙 你要慈悲他 骂他莫有用 只有去好好念经 再去求观音菩萨 这说明两点 一 业力是不可思议的 人要赌博 抽烟 抽酒 乃至去自杀 这些都是业力在背后作用 赌博的人 体内有赌鬼 抽烟的 有烟鬼 爱吃肉的 爱吃肉鬼 爱喝酒的 有酒鬼 说了可能都不信 这些反常的行为 都是业力在作怪 比如赌博 其实不是他的想法 而是体内众生的想法 比如对方也知道赌博不好 但却无法改正 第二 不要太看高自己的能力 学佛 要靠自力 加上他力 才能成就 没有佛菩萨加持 无法成就 就像赌博一样 没有佛力加持 无法借除 爱赌博的人 估计有欠债的债主 在他身上 让他起贪心 赌博 然后输掉 赌博的人 都是以输掉 座位结局的 学佛 一定要靠 佛菩萨力量 我认识 王贵先师兄 他老公以前 一有了钱 就去赌博 赌输了自己 还吃老鼠药 还有个声音 告诉他 去哪里买老鼠药 这说明业力的可怕 很多行为 都是有个声音 在干扰的 比如说自杀的人 也是有个声音催着 你去死吧 去死吧 结果真的自杀了 这个声音 就是魅鬼发出来的 有次真的买了吃 去医院洗肠 导致晚上 都不敢关灯睡觉 后来王师兄 来参加供修普门品 他老公也来了多次 过了一个月 他老公的病就好了 他就特别感恩普门品 供修 每周的供菜 都是他亲自准备的 来供修的人 都认识他 很朴实的一个人 这就是观音菩萨的加持力 不可思议 学佛不要高估自己的能力 不要觉得我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越是供高我慢 越是遭受挫折 常告诉自己 我没有本事 要靠观音菩萨 多念普门品 多拜观世音 都不得了 我没有本事 我没有办法 我今天要靠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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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讲 我今天要靠开 你来说